破君对宫是理言真跟天相 破君心里面相对来说 是最不会被批评什么 破号、损号、乱来 本命夫妻宫 当心药在里面有私化产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解释它 这系列呢 已经来到了第六集 因为我们都讲单科性 贪狼独作的 然后破君独作的 很多网友留言说 希望可以听到双心的 比如说五贪同工 如果无许划入贪囊划全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这种双心的四话该怎么解释 大家都知道老师是聚门心作命 你知道聚门心作命的一个很大的特质 就是我们的内心空虚寂寞 觉得论 所以聚门心的人都会希望 要得到掌声跟鼓励 没有掌声跟鼓励 那种事情就做不下去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跟按赞 有足够留言跟按赞 足够掌声跟鼓励 我就开始来讲双心 我们看看那个按赞数能不能破钱 不要再是那种几百这样子 你们光看数三万 就按赞数才几百 这很伤人 这叫聚门脆弱内心 怎么办法继续讲下去呢 麻烦支持一下 我们今天来讲破君的最后一组组合 单心破君的最后一组组合 破君对公是联真跟天相 这一组 在书上我会告诉你这个叫阴心入庙 表示说通常我们都会指说 这一组是破君心里面相对来说 是最不会被批评什么破号 损号 乱来 干嘛 然后那个不好 都相对不会的 因为他有一个还不错的 可比较阴心入庙哥 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其实是因为他的对公是灵相 他的对公是灵相 联真跟天相 联真代表什么呢 联真代表了 我在外面有人缘 要拓展我人际关系 天相也要拓展我的人际关系 而且在拓展的过程中间 联真化气为求 他会约束我自己 天相星要有规范 所以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这个追求浪漫的破君心 对外让展现出来的是 稳定的机智 聪明幽默 重视人际关系 关心人 所以才叫阴心入庙哥 阴气焕发的一颗心 非常有人缘 人望 入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香火鼎盛 当然就是人望的情况 当然这个解释 通常都用在命宫上面 如果用在夫妻宫上面 要怎么去解释这种什么 阴心入庙呢 其实指的也就是说 我在挑选感情上面的时候 我即便很浪漫 很敢追求 我碰到我爱的人 绝对可以马上告诉他 也可以马上可以跟他在一起 而且我对爱情的判断 非常的清楚 理性果决 而且 清楚理性果决中间 不会减损了 像 那个五项那一组 可能有太多物质的 现实的顾虑会比较依照 我内心的想法 然后去求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算是在情感上面呢 相当有本事跟办法的一组 Bud 还是那个Bud 这个是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那歪掉的状况呢 歪掉的状况感情很重要就歪掉了 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呢 我对面的这两颗 可能化妓 天下眼会化妓 莲珍会化妓 莲珍走柄化妓 这边会不知情仰进来 我不但在外面啊 不顾一切 然后可以打破规则之外呢 我内心还有一只羊 我在情感上面 奋不顾身的拿着刀子往前冲 那这样子当然也就会比较容易 变成是一般人家所说的啊 他这个人在情感上面 会不顾一切 那会因为破坏规则 天下如果化妓 会为了感情 去破坏规则的人 那尤其他对面是观物工 甚至他因此会影响他的工作 不过呢 如果说啊 你的莲珍呢 是画露的 贾年笙 莲珍是画露的 贾年笙 会有颗陀螺在这边 暗和给他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个露 莲珍化露叫莲珍青白格 所以这颗莲珍星啊 他就相对比较不怕天象化剂 或是运线走进来的莲珍化剂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个性上面 会有一定的道德洁癖 心中很浪漫 可是自己又觉得自己好像这样不心 然后外界就算有引诱 他也会考虑很多 加上这边还有一颗图 我已经暗和他 他就要想门修了 那我这样子好吗 这样可以吗 不小心睡了 我闺蜜的男人 那就不小心 可是不要继续下去好了 因为考量很多 所以即便有什么问题 他基本上还是会回归到 那个联真化露的状况 所以当他说是联真化露的时候 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乖一点 这边的破军心呢 他是会化露跟化圈的 如果你的破军化露 我对感情的浪漫的追求 然后无比的澎湃 那你在联想 顾着你在没有杀季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是 我因为我的人际关系 跟聪明跟幽默 然后跟我愿意对感情投资 让我很多的情感的机会 那这个是本命 我天生有这样的特资 除非我在运线上面 碰到这边有杀季心 否则状况都还不差 怕的就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暖男 对女生都很不错 关心体贴 聪明幽默 然后又有一些才华 但是他都很懂得 谨守分寸能保持距离 可是突然碰到哪一年 连这化妓会挺像化妓 可能就歪掉了 如果是化全呢 化全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 这个人他在外面 对你很好 然后照顾你 可是同时间 他就会希望 你要乖乖的听话 如果你不乖乖的听话 那他就会去找 另外一个乖乖听话的人 尤其当连针跟天象 有杀季进来的时候 因为他就敢突破 自我的现况 敢突破一些限制 连续三集在讲破军心 大家听起来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破军心 是不是一定在情感上 会有所变动呢 其实不见得 主要的还是看他对攻 那个杀季是不是影响他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身边的人 是破军心做夫妻公的 那怎么可以掌握住 这个一般来讲 就是疯一样的 这种感情态度 然后比较不容易掌控呢 其实去看看对攻 只为天象的 那就多给他面子 多捧着他 连针天象的 让他知道说 关心他所需要 然后可以带他四处去走走 这样的人是重视人群的 参与他跟朋友 跟人群的聚会 如果是无许天象的 在金钱价值观上面 要去摸清楚 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样子即便是碰到杀季心出现 那个破军心 因为你了解他 你懂他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别人 或者换别人 那相对他就稳定很多了 以上 这个是破军 对攻是联真天象 无许天象跟那个职会天象 一系列我们在讲 本命夫妻宫 代表感情态度 大家要再提的一件事情 本命夫妻宫代表感情态度 可是你要去注意 你运现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四话进去 去影响你原本具备的感情态度 就好像譬如说 联真话录 联真清白歌 我天生感情很浪漫 可是呢 我有联真清白歌守着我 但是还是要注意说 大基金进来的时候 我就有可能会辩称 我还是在情感上面 去做了原本我不敢做的事情 可是我的心中会觉得 我并没有做错哦 你知道吗 感情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感情来的时候 万般不由人 一切都实名 他就会这样跟你讲 如果希望我们 开始讲双心 请记得要按帧数要多一点 谢谢大家